等一下我再把畫面切過來 我們先問一下老師 老師您現在常用的教材類型大概是哪些 Office系列不用講 對不對 你可能簡報 Word 或Excel 這個應該是比較常用到的 那除了這三種 您上課還有沒有什麼教材類型 您會用到的 老師應該以前有經過一段時間叫做數位教材製作期 那一段時間老師說怎麼做數位教材 很努力的把你的教材變成網頁 所以那叫做網頁教材製作期 可是其實 您只要是數位檔案都叫做教材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 迷思吧 以前認為說你要上網沒有錯啊 可是老師又不是教網頁的 但是你要把我的文件 轉換成網頁 有沒有發現格式很多的跑掉 如果你直接用Word Office裡面 這個另存成網頁 網站上很多 是不是都不行 那這個在我們這邊就比較 不太有這種情景發生 因為老師您知道Google雲端硬碟 是不是可以認識很多 檔案格式 Office格式 即使不轉換 可不可以在上面打開 看應該沒問題吧 對不對 編輯也許沒有辦法 那麼OK 但是至好看是沒問題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老師還有什麼教材您用過 第一個 網頁可不可以當教材 可以啊 第二個PDF 還有一個影片可不可以當教材 影片也可以嘛 這是我們剛剛用的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有哪些 老師您的畫面我就記用一下囉 好 好您看我們這個教材類型這邊 首先第一個這個就是 網頁式的教材 好所以你看我打開進來 有沒有網頁就在裡面了 這是影片的 第一個是影片的 有沒有這個 您看OneNote這邊 有沒有自動幫你把那個影片的 縮圖就自動做好了 也可以 那他 也會把我們自動加 所以呢你進來之後 就可以在裡面看 那 除了在裡面看以外 其實OneNote還有一個功能 你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有筆記的功能 對不對有筆記的功能 所以呢 如果你在這邊 我要一個 這個 文字式的筆記 好你就按一下確定 有沒有就加進來了 好就加進來了 這是文字當然你可以再修改 但是重點是什麼 我剛加這個文字筆記的時候 在哪裡 有沒有 33秒的地方 因為 大家都會做筆記 可是影片的筆記你要怎麼做 平常大家是寫在紙上啊 但是你怎麼知道你的筆記是寫在 哪一個時間點 所以今天如果我已經看到這邊了 假設我已經看到後面去了 啊我要看一下我當初做筆記的地方你就按一下 有沒有不小心就回到33秒的地方了 對不對 你就知道你這個筆記是那時候看那一段的時候在寫 所以他下次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教材跟筆記是不同步出現 老師自己學習也可以這樣用啊 同學不要用你也可以用啊 對不對 這是一種辦法 好那當然你可以加第2個第3個第4個 另外呢 如果說你在 用的時候 他這裡有一個叫做熟寫筆記 熟寫筆記就等於是我把畫面抓下來在上面塗鴉 老師剛剛是不是有塗鴉題 有沒有類似那個概念 但是這個呢 您需要安裝所謂的擴充工具 就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一般我們大部分都是用那個Google Chrome 用Google Chrome比較多你就可以用這個 去把那個 功能裝起來 不過如果你用訪客的話我記得 看一下 我印象中訪客好像不能裝 您看一下我把它加一下 好 我就新增 您注意一下待會右上角這裡有變化 好在右上角這邊他會多了一顆 有沒有多了一顆 對不對 那這樣就OK了 好 好那現在呢我就把這個關掉 這裡我重新整理一下 第一次的時候要重新整理一下 但是你裝過就不用 好你現在有這個功能之後你看 不管你是看到哪一個段落 可以是一般的網頁也可以是像這樣 我看到這邊 我就按下熟寫筆記 有沒有把畫面拍下來了 對不對 那您在上面 這裡要注意一下 這樣您了解的 那我只要一樣按住這個 這個地方 就是把它送出去 您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手寫筆記在這裡 所以文字式的在這邊 然後圖片式的在這裡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清楚 所以這兩個也是玩弄的一個特色 今天你再看教材 筆記可以跟他在一起 筆記可以跟他在一起 那當然 如果你不小心恍神了 他也有蠻不錯倒退10秒 剛剛沒有注意到跟同學在聊天 對不對 然後你就按倒退10秒 他就往後退10秒再繼續播 這也是蠻不錯的 當然他會幫我們記錄 你看過的什麼 看過的這個時間 所以呢 你看這裡有一個人在跑 對不對 我們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你看 有沒有發現有這個 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是不是看了 1分多鐘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已經學習的長度是1分鐘 整個影片是2分鐘 在下面這裡 你看滑過去這個 這樣老師看到了 這樣子老師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比較多同學的一個資訊 所以這是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講影片 那如果你是這一種的就是一般的網頁 不是這個就是Google文件的 我已經把它轉到Google文件裡面來了 有沒有Google文件 一樣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老師有用過Google文件嗎 反正雲端列得上那個office嘛 雖然他的功能沒有那麼多 但是 這個也還可以 但是我會蠻鼓勵老師 可以把這個打開 叫做顯示文件大綱 你有沒有發現我點一下 點一下 有沒有這樣要跳比較快 像不像office裡面有一個功能 Word裡面有沒有一個叫書籤的功能 這個就是你只要把 你 Google文件裡面這個變成 所謂的標題123就可以了 你看在這邊 這是大標題 有沒有比較外面 這是 標題2 然後呢下面如果你要在下面就標題3 他就會照這個階層出來 所以各位老師說我用過office Word裡面那個叫做 大綱模式 就跟這個有點像 大綱模式 所以我在整理教材我現在比較常用這種方式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比較長一點我就搭配這個 這樣他在看就可以很快找到我們教材的那個位 要給同學看的位置 這個是我們 看到另外一種類型的 另外這個呢是什麼 Google的簡報 M7 看錯的 這個 我看一下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 Word檔案的 只是我把它 沒有轉檔 好沒有轉檔就直接放進來 所以是不是也一樣看得到 也是可以看得到 那 您可以看到這些教材 是不是有個Google簡報 好進來了 有沒有一樣投影片直接跳 這個是在 介紹那個 影片的部分 影片的後製 所以在Google的簡報部分 我們也都可以直接在玩弄裡面就直接看到 另外像這個呢 這個 這個 也是Google簡報 但是連左邊這邊 這也一樣看得到 這個是 他的 等於把它整個介面放到我們 OneNote裡面來直接呈現的 好另外 剛剛老師是用白版的 對不對 這個也是 也是Google這個 那PDF型吧 也可以 所以呢其實只要是雲端硬碟上 能夠看得到的 其實都可以 那這本書算比較特別啦 因為他是先有電子書免費的電子書之後 真正 出版社有幫他再出版 還有兒童版 你看 老師 以前 來的時候都忘記帶這本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你都沒有跟你爸爸媽媽要這一本 我們 買什麼都有使用手冊 怎麼你來的時候沒有帶這一本 所以都給他用壞掉了 還不錯啦 這個算蠻不錯的 這個是他的那個電子書的 電子書的部分 好 OK 那我們再往下走 你看PDF 那PPT當然也可以看喔 這就是 OBIS 不轉檔的 那因為他是PPT 所以他就變成這樣 一頁一頁的 就變成一頁一頁 因為這是不轉檔 不轉檔的 就直接您本身 試用那個就可以 那這個是Word檔案的 就跟您剛剛看到我第2個一樣 有沒有 Word檔案一樣可以看 一樣可以看 所以呢 一樣的 我們在這邊 這些類型 老師這樣看過之後 應該就發現 要不要再像以前那麼麻煩 還要什麼把教材 做成網頁 不用啊 你的教材 你不管喜歡用哪一個 只要雲端硬碟看得到的 在上面 都可以做學習 好都可以做學習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這是給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介紹的 他的測驗的題型 對不對 然後呢 他的這個教材類型 那待會呢 我們再看看 老師如果要 備課的時候 你可以用他怎麼來幫助 您做備課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利用這個時間 稍微休息一下